台海紧张住哪才安全 四驱高风险故宫肯定不敢碰 台海情势紧张 中国国务院近日发表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强调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台湾民众也开始讨论 假如中共真的发动对台武力攻击 老百姓住哪里或躲在哪里会比较安全 这也涉及到哪里买房定居 一位不变居民房市专家认为 以台北来说有四驱存在风险 中正区因为是总统府及格行政机关的所在地 那中山区的大池呢有海机会 活房部 对面就是松山区的松山机场 南港区还有爱国者飞旦基地 这四驱都具备战略价值 也相对危险 那这四驱的房价呢也都很高 也不集中不乏富人区 新建案的话单品要100万以上 中国物的单价也要70万以上 苹果新网询问三到五位在福建上海湖南长沙等地 据博士学历的民众看法 他们认为台湾有两区很安全 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因故宫拥有70万件中华文物产品 中共解放军不太可能攻打那一区 二是台南的延平郡王池 早在1662年就有台湾人祭祀郑成功 目前是唯一官方纪念 开山石柱 郑成功及其部将的专辞 因中国大陆认定 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十分尊敬 甚至任何纪念郑成功的专辞附近都很安全 至于驻台南傍郑成功而居 延平郡王池位于台南市中西区的 开山路与府全路口 附近以透天住宅居多 店面透天地平二三四平 总价至少两千五百万以上 巷内住家型的透天 屋龄多半三四十米 总价大约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万以内 附近屋龄叫新的电梯大楼 有五飞街上的陈美扶增 屋龄三年属于青豪宅大楼 今年成交单价43至48万 购买三房约70平住宅 加上车位总价三千万左右 另外战前千里修位于 卫明街屋龄四年 今年成交单价约40万 购买70平住宅加车位 总价有两千六百万左右 附近还有地段相当精华的 府前大学室 位于府前路一段屋龄十五年 总户数仅33户 今年成交均价约26万 但无主席售很少释出 因此过去的成交量也不多 至于台积电厂所在的 足科南科等地区 对岸民众认为 台积电厂所在的地区 未必安全 存在风险 若真的不幸发生战争 只能远离军事行政 电力通信网路等 重要设备地区较为安全